良辰吉日,开工洞府,大吉大利 二洞府,之龙顺利,现金永库,嘉惠学子 三洞府,祈求平安,圆融吉祥,校运昌龙 感谢各位贵宾 民国57年81号奉准设效 到今天刚好是已经满50年了 因为我们学校的建设一直都停滚 但是我们外面的马路一直在垫高 所以我们建国国中变成是一个大水池 所以只要下大雨,我们这边一定会造成淹水 会造成孩子学习上的安慰 以及我们老旧校舍有一些漏水、粉尘 还有一些裂缝的安全疑虑 所以我们争取到教育部的经费来重建 那我们预计在108年底 我们希望可以完成第一期的工程 就是完成48间的新建校舍 那在动工的期间 我们的学生安置到第一栋 以及我们的民道馆 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上课期 那个施工期间上课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预计在108年底 我们可以完成第一期的工程 那我们的新校舍拿到实用执照以后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学生 迁移到我们的新校舍上课 那我们再完成我们的第二期的工程的拆除 以及潜艇的整治的一个工程 那我们预计呢 两年三年呢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工程的如期完成 那完工以后呢 那我们的孩子呢 可以拥有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 包括明亮的教室 以及因为我们特别规划 就是让教室能够自动的采光跟通风 所以可以减少电费的使用 那在整个视觉上呢 我们建国国中会变成是一个公园 我们潜艇有制红尺 有圆环有老树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北港区的居民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觉环境 那也欢迎呢 我们北港的居民在我们建国国中 那完成事工以后呢 可以来到我们建国国中 来游戏 来修行 来运动 那也希望让我们的教育 跟社区可以结合 那这是我们新校舍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理念 明镜境内呢 树翔盛明的一所学校 那建校也超过五十年以上了 我们的校舍呢 有很多都已经非常的老旧 所以说我们为了提供给我们小朋友们 更安全舒适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经过县政府呢 向教育部来争取这个重建的经费 终于获得教育部的核定 总经费达到一千 一亿五千多万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在整个规划的过程当中呢 也遇到了一些有关于文资方面的议题 那我们非常感谢跟地方呢 协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 那也请社会各界 尤其是北港地区的乡亲父老人 还能够多多的给我们支持 能够多多的给我们指教 很多人还有很多年的努力 包括我们苏志文委员 包括我们李金龙县长 还有我们学校 还有政公所 通力的合作 总盛我们建国国中 历经五十年老旧校舍 今天总算办理一个动土典礼 即将要动工 那经过各级民意代表的协力争取之下 总共获得教育部补助的 将近一亿五千万的经费 那今天要办理一个动土典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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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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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